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到1月2月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科学的话题 当然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第一就是现在疫情的发展是怎样 我们之前也提过 疫情应该趋向缓和 我差不多都肯定 但问题就是这个疫情缓和的时间经历了三年 各方面有没有兴趣去追查这个疫情爆发的原因呢? 其实是这样的 经历了任何事情 有一个独立机构调查 整个事件的内容去脈 来得吸取教训 这个是我觉得人类文明必须做的一个步骤来的 其实不要说是今时今日了 你问我今天疫情还有什么好发展呢? 最好就是向疫情的方向发展 其实就是 但是其实有些时候调查工作 尤其是在一个学术的角度 去了解这个瘟疫是怎样去发生 从一个什么的媒介传出来 从而令到我们将来更加能够早去预事或者去预防呢?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课来的 其实在世卫 无论由那个瘟疫爆发的头一年 就是说2020年初 其实去到年底 已经是积极地去希望在中国那里去做调查 期间也都有中国自己的专家小组 去发表过一些的结果 也都有一些初步第一期的调查 甚至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都有世卫的专家是真的去过这个中国那里 也都是事隔了一整年多 就去回武汉那个野生动物市场那里 那时坊间还在笑 过了一整年才去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当然我们行外和行内 知道有些什么还可以查到呢? 其实我们的理解可以很不同 其实世卫其实还想开展一个第二期的深入调查 就希望去到武汉和华南那个野生动物市场的周边的地带 去做一个深入的调查 这个目的就很简单 就希望更加能够正确地掌握到 究竟这个瘟疫的起源在哪里? 就是这件事就不是为了去追究什么的责任 而是希望做好了未来的漁房的工作 令到我们在那个学理上能够更加认识这种传染病的产生 刚才说的就不是那个追究什么责任 我绝对同样东西 因为如果你说大家认要追究责任 可以说新幼市那些就自然会不是给你太想去公布的资料 那你说我们现在完全是寄获不救的 就算是你在那里爆炸的我们都不行的 那我们有个寄望呢 一个很幼稚的寄望 就可以开城报公了 但是当然在国内政治上这个就不可能 但是我想问一样东西就是说 时隔三年甚至三年多了 在技术上这个调查的可能性存不存在呢? 这里就要讲一下专家认为 原本他们回到武汉做的第二期的研究 是希望想做什么 大家首先不知道为什么记不记得一样东西 在这个瘟疫的爆发初期 有个国家是不停地赖其他国家才是源头的 甚至乎根据当时新闻上的资料 去公布的那些故事 说美国才是源头 跟着就说美国里面 它只是找到一个版本 美国特别多 有一个病毒的变种版本 然后就是又賴过意大利 就直接就说在那个2019年 就是直接瘟疫爆发前的一个 意大利的污水药本已经找到那个病毒 就是企图这样去指控其他国家 于是乎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就很学术上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大家就会奇怪了 为什么在一个2019年的意大利样本里面 都竟然找到那个病毒呢? 那个病毒如果源头是真的在中国的话 为什么会更早的时候在意大利发现呢? 于是乎他们也做了一个深入调查抽屍莫检 那在学术上很快就排除了 原来意大利当时认为 试到病毒的样本呢? 纯粹来自实验室人员的污染 因为很多其他的证据呢 就是没有办法合理解释到 为什么唯独是这个污水样本呢? 是会有这个病毒在那里 然后发觉看回那个实验室处理的样本的时候呢? 就认为应该就是实验人员操作时候的 污染带来的结果 所以在这件事件里面呢? 其中一个步骤就是意大利经历了这个深入调查之后 所以就排除了意大利是源头 就是政治上你觉得意大利好像洗到冤了 但是也都在学理上就是 帮我们确认到真正的源头在哪里 而美国那个也很快就解释到的 就是说你在那里有一个新版本特别多 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流行的时候散播得快不快 不代表跟你的源头不是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反而你从基因数据去追踪 其实已经大规模地指向了武汉就是那个源头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个证据 但是对于学术上的人来说呢 其实最后你哪个是源头 中间处理了好不好其实他不太厉害 最重要就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没有这个传染病变了做有 那其实世卫在他要求进入中国去调查的时候呢 都很照顾到中国的感受的了 那他就说呢 说了的了 就是说对于Donald Trump在那里说 说中国是那个实验室的人自己在那里连鼓 在那里自己拼的病毒出来散播于世界这个 这个阴谋论论的说法呢 世卫就不购买的 就说他们就说very unlikely 他们就非常之不可能的了 但是他们都很认为更加可能就是 是一个纯粹一个意外 就是由蝙蝠传了去一些中界的物种 再令它可以传给人类 那这个就是他们希望能够严正的一样东西 其实这件事其实也都代表着 中国也是一个受害者的感染 就是如果验证到这件事 但是当然你后面怎么处理 就肯定是有人懸想就说 有人曾经发现了这个病毒 但是结果那个吹哨者被警告被杀 后来还死了这样的样子 那这些故事是没人会忘记的 这中间的过程 但是呢 学术归学术这样看 其实对于世卫那班专家 传染病学的专家 他们真的最希望就是验证一样东西 究竟是不是真的由蝙蝠意外地传染去一些中界的物种 尤其是这件事在那个野生动物市场很容易发生 那种交换 然后也都很意外地感染到当时的那个市场里面的人员 于是乎就爆了出来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不幸的意外 但是如果这个讲法能够证实到的时候 我们对于那些病毒 怎样去洗牌 怎样去发展成为可以传染到人 接着就可以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措施可以做 就令到譬如蝙蝠这些物种可以合理地和其他的 就是加勤加速和我们食用的一些的食物链上的动物能够做个合理分割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就比较能够规避到日后的瘟疫的机会了 就是我们最重要是抓住最重要最薄弱的环节 而是有根有据地找到这件事 而是更加想知道在那个分子层面那种病毒洗牌是怎样去做出来的 这个就是那帮世卫专家其实很希望透过第二期的研究 他就会怎样呢 他希望去搜集在武汉周边的污水的数据 甚至乎当时 即是那些 甚至乎现场现在 你现在再找到一只蝙蝠里面有这种病毒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的 看看是找不找到 做个基因再一个比对 那又这么说了 其实在中国的专家研究小组里面 期间都有和内国做过一些合作的研究 有一些就是那个可信性高一点 但是有一些就还没有通过过和柴平审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由一个中国的专家小组 就由北京那边发表出来的 就是他们搜集了这个武汉那边那些人 捐血那些血液的样本 那些血液的样本就是在这个2019年病毒 去爆发之前去收集回来的 那就验到呢 基本上当时没有人有任何的抗体 那其实这件事呢 没什么呢 那就是说这种病毒是新的 那可能后来才在中国的爆发 但是你能够公布给外面听 我们武汉这些人的血液里面是没有这个抗体 是没有人染过病的 那相对都是一个可以公布得出街的消息的意思 对于某方面的考虑来说 但是当你2019后之后的事情 或者尝试用金人搜集数据来推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似乎现在中国就不太欢迎这个世卫的专家小组进去 亦都于是世卫就宣布了 就是说这个不会 这个第二期就进行了不了 就是那个考察研究就没得再进行下去 那它就刚刚报道了 就是整个消息就报道了在一个自然的期刊那里 所以你看到就是那个学术上 我都认为是那个很大的学术上的损失来的 其实这件事是 但是刚才你说的有两点很重要的嘛 其一就是透过基因的分析 就是我们可以追到这个源头 技术上是现在可以 是希望可以大规模收窄这个源头的范围 就是它甚至乎 就是那些专家小组都说的就是说 其实从实验室流出来的结果 就是那个可能性是很低的 就是他们就比较不相信这个阴谋论的结果 但是就如果你能够由污水 或者当时之下有其他的血液样本在那里 会不会有一些是在瘟疫爆发之后 搜查回来的血液样本呢 最主要是环境不同的生物 会不会我们找到在野生的蝙蝠 甚至是中介物种可以找得到这些传播的痕迹呢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某程度上都可以验证到 其实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 都是这一次瘟疫的受害者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但是第二点你也都讲到就是 就是事隔三年或者可能三年多 还有一些痕迹在保刊 就是事发的现场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 应该就不是讲那个 华南那个野生动物市场那个地方了 是讲到周边 因为那里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中转站 是一个可能经历了传播的地方 而不是真的在最圆发的地方都不奇怪 就是可能如果我这里要求其讲一个的可能性 野生的蝙蝠 跟着跟这个野生的穿山甲果子里有交叠 跟着穿山甲果子里 或者甚至乎蝙蝠就捉了去市场那里 这样 原本这种病毒可能由蝙蝠 不是那么容易去到人那里的 但是经过穿山甲果子里 可能有一些洗牌令它容易去人那里 就是这个情况有点像 参考我们在禽流感方面的经验 就是那些什么猪瘤感禽流感 这样的经验 我们很害怕的就是说 它由动物传动物 不跨物种那么传 但是会传染 我们都害怕你了 跨物种传染还不可以是 一个物种去另一个物种 更害怕 然后传到去人 就最害怕 我们很希望能够看得清楚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说不定就是在那个野生动物的样本 就可以找到这种东西 那些专家小组就是希望它去做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根据你这样讲 就是跨物种的感染的机制 其实我们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是 打 зад зад 打 зад wenn 他多試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可否可以 由分子层面去了解这事呢 说不定里边 我们们真的是不熟悉 会不会它们能够看清些 某一個環節就是特別是有利於這些變異 他們找不找到這些東西呢? 找到的話對於我們怎樣去介入呢? 就有用很多了 甚至會不會我們不用人的介入 提早在野生動物的那個物種層面上介入的時候 會不會就可以令我們多重保護呢? 這個是我們有興趣知道的 是啊 最後問的就是 技術上 從科技技術上 我們現在有沒有條件真的可以 如果假時間各個派對 各個有溫都公佈那個資料 我們有沒有可能條件去查到真相呢? 其實我覺得這次的溫疫就有這樣的條件 因為那些資料和那個爆發很猛烈很快 就得到全世界的重視 所以那個 尤其是人類層面的資料搜集就很齊備的 問題就是在這個發源那個位置的資料 我們是在毫無防備之下 所以就希望能夠更快 recover到這些資料 就是如果你問我 你說非洲豬瘟 就是很奇怪的 非洲豬瘟發了這麼多年都還是叫非洲豬瘟 就是武漢肺炎發了這麼多年之後 大家要改口叫做新冠肺炎的 OK 譬如你講好像那些非洲豬瘟那樣 它當初在那個非洲那裡怎麼爆出來的呢? 其實在那個地方本身比較落後的那種統計 那種調查比較少的時候 就比較難去 recover 回到哪裡來的 但是這個都是在說在豬的層面 但是如果它能夠變成在人的層面 也是很大的事情 變成那些跨物中的傳染病 我們不想發生的 但是很不幸 那個肺炎病毒 就是一個原本在野生動物之間傳染的東西 就來了人類的世界裡造成很大的破壞 所以我覺得是更加有迫切性去瞭解它的源頭 是怎麼去來的 而且在這個瘟疫裡面我們存了很多資料 我們是有能力將它可以做到比較精確的 相比於其它傳染病 更加精確地去搜集到這個資料 嗯 那麼諷刺的 你不是搞得那麼嚴重 大家都不會花時間去查一件事 是吧? 是啊 是的 是的 小事的 伊波拉到現在 都不會好像這個肺炎那麼嚴重 伊波拉到現在 伊波拉殺人的那個速度很快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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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說不好聽 就是他們很怕就是不小心傳染給一些救護人員 於是將它帶回本土 所以有人才有些 有些動機去做這個疫苗 是不是? 就是都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經濟上的問題 就是你看我們這一個的 今次這個肺炎的瘟疫 說的是一年時間不用已經整了那個疫苗出來 然後也都在說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拿去街上試 然後行不行 我們很快就知道 就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試過可以這麼快 其實就很現實地看到你那個病毒要傳染力要夠高 也都有那個威脅人類生命的能力 有那麼嚴重 對那個經濟活動的破壞有那麼嚴重 或者人才看到棺材 才會發出眼淚 是的 這個形容很貼切 好了 我們第一次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 留言 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